我知道你要去慕顏树林 不想耽误的话 赶快上马吧 你说 现在算紧急时刻吗 不是紧急时刻 就是非常时期 姐 走 咱们去把广德送我的嫁妆找出来 我的郡主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想着这些啊 要是那个秦王真的靠不住 咱们要逃 也得带点真金石银的东西傍身吧 我们看看广德送的是什么 走 那个 我先收拾一下 郡主 既然你打开了盒子 想必是和夫君吵架了 莫生其别上火 这里面都是我记录的 夫妻和好小秘籍 只要你按照书册里所写的去做 定能让你和夫君 亲如娇妻 鸾凤和鸣 好你个广德 谁要和他鸾凤和鸣啊 郡主 怎么了 咳咳 算了 就看一眼 郡主 郡主 萧大人差人来报 福玉带来的那批树苗 怕是活不成了 什么 怕是木檐树 无法适应带汤的土壤 你们提早做准备 是 是 长生 上马 我知道你要去木檐树林 不想耽误的话 赶快上马吧 我之前隐瞒身份 是因为我身负重任 如果我身份暴露 路上不知道 会增加多少暗闪与偷袭 因此我化名依然与你相处 在那之后 我又没找到合适的实际 跟你说清楚 本来不想瞒着你 我向你保证 我从今往后对你 却无半分假话 秦王所言 究竟有几分真假 恐怕只有自己知道 我哪里看得出来啊 还有 一会儿不许跟着我 驾 这不是好端端的吗 萧子律人呢 郡主 太医院有事 萧大人刚刚被叫走了 就知道他这个人不靠谱 不是让你别跟着我吗 我只是来浇水啊 不需要 郡主这是干什么 行 你要浇水是吗 那就把所有的树都浇一遍 嗯 将功不过 或者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我一定答应你 子虞暮下离秦草 落花别处自相逢 既见故人非君祖 闭嘴 你干嘛突然说这个 为何不能说 这是我特意给你写的诗 明明就是你故意想让我出丑 把我蒙在鼓里 骗得团团拽 这诗的前两句 写的就是我的身份 是我给你的暗示 什么 子虞暮下离秦草 唯愿长生之一安 这说明一安就是秦王啊 这谁想得到啊 你不准再跟着我了 现在世人 都知道三皇子迷幻吕靖 可只有最亲信的人才知道 一安是我的婊子 还有 你之前不是还特意去找我了 这什么 那是给你告别 没有别的意思 我有人证 都出来吧 什么 又是你们 参见王妃殿下 谁是你们王妃啊 参见未来的王妃殿下 你会参见 你会参见王妃吗 不说 他们都可以给我做事 不做事的 他们都是你的人 自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快让他们缩回去 王妃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吧 缩回去 是 撤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你就把我当作义安 也就不用面对一个陌生的丈夫 那殿下 小的也告退了 这风怎的忽然就起了 一会儿该冷了 公主坐坐 我马上就回来 我的骨骑 什么情况 那个你干什么 你别冲 你别冲 谢谢大家